上期节目我们说了拜登将会如何应对与中国还远未结束的贸易战 以及对中国科技行业的制裁与技术封锁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另一大板块 那就是领土争端与人权问题 如果说新一届拜登政府在贸易争端上有所松懈的话 那么在中国的领土争端与人权问题上 将会反而步步紧逼 有专家预计华盛顿将继续就中国的新疆和香港政策 台湾问题以及其他损害人权的举措表达强烈不满 甚至施加制裁 我们先来看一看美中之间的一根主神经 台湾 纵观特朗普的任期 两岸关系持续恶化 而美台关系发展却更为密切 某著名士兵人曾对记者表示 这些新进展使得在美中关系之中 台湾的价值变得更加重要 他认为拜登会继续发出支持台湾民主的信号 持续对台军售 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拜登政府将会继续把台湾这个筹码紧握手中 时不时地向中国政府挥舞一下 特朗普占任这几年 对台军售次数高达11次 其中2020年军售总额创出了历史最高 久而久之 对台军售已成为美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 而每次的对台军售 中方都会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但令人意外的是 每次都只是停留在口头现份之上 面对EPP流入台湾的美式武器 中国从未有过实质性的行动 因此在美中台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默契 在华盛顿看来 对台军售不仅能封营自己的国库 也不会严重撼动美中台的关系 不卖白不卖 对北京而言 台湾既然愿意花高价买武器 也拦不住就不管了 反正真打起仗来 这些武器也不够我们打的 而对台湾而言 就趁此时机 多买些美国黑科技来装备自己的武器库 一是能与美国增进友谊 二是能多获取国际关注 三是能示威一下中国政府 简直是一举三得 拜登在大选前夕 曾投书北美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 世界日报 称当选后会深化与台湾的外交往来 拜登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 此前曾多次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早在2015年 时任副国务卿的布林肯 在美国国务院 与当时以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身份 访美的蔡英文会谈 拜登胜选后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与布林肯通话之鹤 虽然台湾社会普遍 对拜登的对台政策仍有疑惑 因为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 都严肃看待美台合作 或许拜登上台后 会继续维持这种关系 不过 大家期待的 拜蔡通话 是否会发生 答案人物明晰 时政评论人们普遍认为 作为外交老手 拜登深知 与蔡英文通话 可能遭致的负面影响 他或不会急于与他直接交流 拜登政府不会像 特朗普政府一样 采取高政治象征性的 对台举措 包括派美方高官 到访台湾等等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香港与新疆问题 与中国大陆 同台湾的领土争端不同 北京政府 在香港与新疆问题上 更多的是 关于人权的讨论 在香港与新疆 人权问题上 预料拜登政府 将进一步施加 针对性措施 并确保美国 受网中国的技术 不会被用作 损害人权的用途 拜登提名了 国家顾问苏利文 日前在推特上表示 对香港亲民主派 运动人士连连被捕 深感忧虑 他说 我们与盟友一道 反对中国 对香港自由的攻击 并会帮助那些 被迫害的人士 寻找避难所 这使拜登团队 在当选后 首度就香港问题 做出公开表态 拜登的团队此前承诺 拜登政府会全面执行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包括制裁中国官员 金融机构 公司与个人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社会与政治经济学专家 曾对媒体表示 他们预期拜登政府 不会对香港政策 做出大的调整 将主张制裁个别官员 反对系统性制裁香港 而在新疆问题上 拜登的幕僚 苏利文曾写道 拜登将会向习近平 直接提出 对这一议题的关切 并将限制美国技术流向中国 被用于监控新疆的维吾尔族 好了 以上就是目前 新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 所显露出来的所有端倪 我们相信 这只是未来美洲摩擦中的 冰山一角 大国之间 固然很难做到 完全的和平相处 但是我们依旧希望 美国政府能够在拜登的领导下 缓和关系 平稳过渡 共同发展 最终造福的将会是全人类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